原来已经有天王和木星,冲和形,金星和月亮 这个是他本命里面的先天缺陷 有些先天缺陷,当然你可以一出生就立即有事 但是有些是慢慢去trigger,有些家族遗传病 你不是一出生就有事,可能是到某个年纪就发病 然后找回家族遗传,原来是家族遗传的问题 这件事什么时候trigger得到呢?就是今年10月 今年10月发生什么事呢?天上的transition 不是真的10月才开始,其实是9月中 9月中,天上有逆勤的土星和逆勤的木星 9月中开始,天上的逆勤土星和逆勤木星 正正就是会回到水平座的7度和21度 他们两个分别就会合实,跟哪一件事重复重叠? 就是渔川本命盘里面逆勤的天缘星和逆勤的木星 他们加强了本命盘的力量,在水平座的力量 然后就去冲和形渔川本命盘的金星和月亮更加强 加强了这个冲突,我当渔川本命盘里面已经有敌人打架了 就是AB国打CD国 这个打架就是一个比喻,已经有很多矛盾 就是AB冲CD,然后由今年的9月中开始,到整个10月 因为天上逆勤的土星和逆勤的木星 正正会回到水平座的7度和21度 就跟AB国做朋友,就是会更加打CD国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汇盘制,有一些东西是严禁我们去炒卖 或者他会美其名打击投资过热 或者一些跟外卫有关的一些协议 一些规定,然后这些东西就会冲击到那个艇格 冲击到那个渔艇的艇格 原来这些能量在今年9月中已经是滲滲了 直到整个10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然后他就呼应了我刚刚说的 下年1月18日那一回事 然后再带动到下年7月1日 鱼艇塌架是高峰 那果然在上个星期五9月17日 即是9月中 我还记得大概是下班时间6点左右 我还在超级市场买着冲击 这个电话就不停地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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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去到check out 之后就去看电话 哇!不停有很多粉丝跟我报料这宗新闻 直到好像7、8点都有粉丝跟我说 话说路透社报道 中央在今年的闭门会议里面 对本港地产的一些大妈萨提出政治任务 要他们快点解决香港的土地和房屋问题 以令香港人更爱国 合伙集团的主席胡应商也证实了这个消息的真确 他说北京没有明确跟我们说怎么做 但总之要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而他们将会向我们地产商施加压力 另一名不具名的地产业高臣也表示 北京表达了强烈的期望 但没有明言政策和限期 北京只会说我们要向社会回馈更多 就可以继续做生意了 大家想想这个情况是一个恐吓 即是你们要向社会回馈更多 才可以继续做生意 大家可以看看 在某一个国道做生意做资本家 哪有利益保障可言呢 还有大家有没有发现 刚刚那两位人士不断都说 其实我们没有收到一些明言 明文规定的细节要怎么做 这个就是某国最喜欢玩的手法 他就不会与你做手印或公仔或出场的 他要你自己去猜度 去揣摩性意 然后你就要自咽 自供 最好你咽得多些 即是自供得多些 最好你把自己振留 那这件事就更加正众去下怀 因为那些奴才永远都是嘛 最怕做少不怕做多 最好你做多了 那那个圣上就会更加开心了 不过其实我们跳出框框 不要单单讨论这件事 我们要扩展自己的视野 看一下恒大的危机 全国各省有这么多苦主在维权 难道你们或者我们香港人 觉得可以独善其心吗 有分析就说 恒大现在的还债能力出了问题 那再退一步 原来就是它的资金链出了问题 但是它的资金链 已经是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是救不回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现在现有的手投资金 那些cashflow 以及就算它新募集回来的资金 都已经是盖不了一些到期的债务和利息 这件事是引起了市场的恐慌 而这个恐慌呢 反过来又会摧毁了它一些新的集资能力 因为呢 就会逼到很多的客人 在那里擠提 或者要快点去兑现一些cash 那所以呢 它的这个资金 还不了债 资不抵债 这样的问题 已经是无弱可救了 我塔尖暖男本人呢 就不是说事后恐明 但是真心 就是清心直说一句说话呢 其实我在今年 2021的年头呢 我都有去炒一下股的 是的 一直到農曆新年之后 都还有一点 但是我忘了是什么时候 我就去拿走 因为那时候我都经常说木星相鱼 木星相鱼做的那些东西 木星水瓶做的那些朋友 我也不记得了 Anyways 有一件东西 其实呢 我就是永远都很看不过眼 它是引起了我高度的戒心的 就是那时候呢 那个行刺汽车 卖到一些广告是板板声 这件事呢 是令我非常之担忧 因为你的那些车 是从来都没有出产过 没有落地过 一直都没有实物 只是鲜文楼梯响 但是你的楼梯响 还要响到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蹦蹦声呢 令我会觉得你是大只港 就是这个世界上 你很多东西你见到才算 是不是 而且也有一句说话 议听七分架 三分架 不记得多少分架 N分架 眼看都未为真 何况你一直都未被我们 摆到面前 被我们摸得到的事情 我做什么要相信你呢 当然很多人就会说 喂 那其实投资 你是摸着石头过河的 有投资就有风险 是不是 风险越大 你回报就越大 但是你们麻烦想想 用脑想想 这个风险 你都要看看是哪个地方的风险 如果你是 Benz 福达 或者是Tesla 这些地方 他们如果是有一些 概念汽车 是不是 有一些新的想法 他们想 就是 他们说 我将会推出 那这些风险 微小 因为他们本身是有信用的人 但是 就是 下一句我不说 但是 你现在的对手是谁 你 就是你信他 那我真是恭喜你了 而恆大爆煲的这回事 其实跟 某个地方的人 忽然富起来 很多步伐户 然后财大气粗 这些东西其实是同一个道理来的 说真的 你三家富有什么那么厉害 你三家富之后 你五家富富 你是先花未来钱 这些东西是不持续的 是不可持续发展的 你运用举国之力 你用尽后人的全部资源 尤其是那些天然资源 而且你是没有一个相应的配套 所以就会搞到很多污染 是的 你的GDP是很厉害的 即是那个风头是一时无量 但是 你有这么久风流 你就有这么久折夺了 即是好像那些人去 我当是去录卡 是吧 先花未来钱的概念 你用了之后的数 你去一时买很多东西 靓标 靓皮带 靓衣 靓鞋 在那里表现 最后你又是要还钱 而且你不够钱还 所以呢 没有了 这个是一个死局 你想想 其实面对这么多苦主在那里维权 没有一条路是通的 你想捉他们沉妖之事 但是又会激发民怨 好了 到你想疏动民怨 你想旧事 咦 你现在窮到洞 大家知道我说这个你是哪个你 就是那些 最高层的人物 最高层的权力中心 你现在窮到洞 你怎样救市 你怎样疏到民怨 虽然 但是我们又知道 不知为什么他会有2亿给塔利班 好了 到你想明节保身 你不理 但这件事就会不断发酵 导致社会是继续不稳的 所以这件事呢 最后去爆煲那个火 就一定是会殃及池雨 而殃及回我们的 所以再说一次 我们是不能独善其身 也都证明了我那时候 一直在说 9月中 10月1月那些风暴 是怎样来的 恒大爆煲这件事 一定会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何况呢 有麻烦我们现在跳入那个框框 收窄那个眼界 我们看回香港自己本土发生的一些事情 不知大家一向有没有去看一些地产 财经的那些新闻 话说在8月27日 本年8月27日 何文田的那个新豪宅盘 澳门呢 就被地政总署取消他预售楼花 亦都是香港历来 手中被取消预售楼花的一个case 那被取消预售楼花 其实背后有些什么的原因呢 那就是呢 因为政府当局呢 很怀疑这个发展商的 财政状况稳不稳健 OK 以及他的建筑进度 可不可以达标 最后会不会是交了一些烂尾楼 亦都是不想再有新买家 会成为一些新腐主 according to 一些权威的测量师 但是 大家知不知道 在这一宗新闻里面 最恐怖的地方是什么呢 原来话说 这个何文田的澳门 在2019年11月开售以来呢 他只是卖出了23个单位 out of 401 单位 那个percentage是不足6%的 我想说 by the way 为什么你是卖401 单位 你现在做白金吗 是不是很不努力 所以真是刑不出 正所谓一叶之秋 兼眉之主 这一样东西 其实已经是一个 就是一个债药 还有大家如果是有 灵敏的嗅觉 应该会闻出一些味道 就是说 咦 现在你是真的有这么多的淨货 这个市场是这么多的功果欲求 那下一步 会对渔村的那个艇界有些什么 震撼性的影响呢 真的拭目以待 大家真的要坐稳 麻烦 然后by the way 我想提一下 如果有原因 你们是买了这个澳门 二十多个单位的朋友 我真的劝你们 你会不会打算去取消这个交易呢 因为在风水角度 在玄学角度 其实你去一个 401个单位的地方 你占了23个单位 而且你们未必是同一栋楼 你在整个屋苑里面 你一到夜晚 你没有想过是正英英到 是挺恐怖的一回事 在玄学角度 这些就是不聚气 不聚财 是完全没有人气的 无论你搞多少次housewarming party 都不会帮你扭转到这个局面 OK 从一个心理学角度 你想想 晚上整个地方好像鬼城 黑曼曼烟灯、黑火 只有你一家开了灯 其实对你自己的心理都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OK 同时向各位的观众朋友 推荐另一个youtube channel 叫胡雪楼市 以下这一条影片 大家看一下 这里的公仔 他做了很足料的研究 又有一些很惊天的内幕 是讲香港在新界某些的新楼盆 亦都是Under恒大的 它裏面亦是有一個非常敏感的時期 就是九月尾了 所以By the end of 2022 GINTO的價錢會變成怎樣呢? 我相信聰明人聽到現在 都可以猜到一個大概 By the way 講些無聊話 你們覺不覺得這個 這條片的主持人的樣子有點像是誰? 吳永媚的老公 是誰? 練武功? 練海棠 現在終於入正題了 話說在本年九月五日 星期日早上 北京天安門升旗儀式結束後 在6AM到 有一隻黑天鵝 竟然造訪天安門廣場 引發了熱議 而這個熱議不是無的房子 因為說真的 現在不是在公園見到麻將 見到八甲 是一個這麼大的主持人 無端端在這個城市中心裡見到 還有最重要的是 它是一隻水鳥 水鳥要有水的地方 才有食物 才有地方去 去擠食 這個北京這麼大的地方 肯定有水的 但是它偏偏現在是飛去 飛去哪裡呢? 它在大片悍地 硬地 還在人來人往的地方 然後它之後還在移言自得 走來走去 它飛去那裡做什麼 因此 激起了很多推測 原來黑天鵝在現代的語境是有特別的意思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黑天鵝事件 或者黑天鵝效應 這五個字 它就說 存在在金融市場、商業、經濟 或者個人生活等不同的領域 一些非常難預測、極不尋常 預料之外突如其來的事件 它發生之前是沒有先例可循的 但是發生之後 就會引起連鎖的負面反應 甚至一些極端顛覆的蝴蝶效應 而這個Term是在2007年 由黎巴嫩裔美籍金融作家 Nasim Nicholas Taleb 去提出的 你會問為什麼叫黑天鵝 不叫什麼熊星亭事件 不妨在這裡跟大家說一下 那個淵源就是 17世紀 歐洲人發現澳洲之前 他們只是見過白色的天鵝 白天鵝 他們以為全世界的天鵝都是白色的 但原來這個世界上 的確是有黑天鵝的存在 它就是產自於澳洲的西部 直到歐洲人發現了澳洲之後 看到黑天鵝 他們才打開了自己的視野 但同時顛覆了自己的想像 有些甚至會說 這些黑天鵝是否屡無去變出來 所以為什麼這些 挑戰人類認知極限 完全是不主要的 就是完全是會推翻 我們所有觀察 歸納出來的結論的一些事件 為什麼以後就是叫做黑天鵝事件 或者是黑天鵝效應 大家可以看看這裡 原來西澳洲的周期上 真的有隻黑天鵝 因為黑天鵝的確是原產自於西澳洲 無毒有偶 原來自從2018金融海嘯以來 領導人多次要求各級官員 要高度防範黑天鵝事件 例如在2019年 中共見證70周年之際 中美貿易戰也是打得如火如荼 大大在當年1月 向中央黨後 全國省部級主要高官發表說 現在國際形勢外部環境很複雜很嚴張 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 又例如今年2021年1月28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4.5年規劃重點工作集體學習會議 我真的很怕這些事情 說完一大堆事情都不知道你什麼意思 在重點工作集體學習會議發表一個談話 又特別提到要求防止這個黑天鵝事件 要做好應對各種黑天鵝事件的預案 但正所謂一語成慘 現在在今年的9月5日 升旗完之後 竟然有隻黑天鵝真的飛了下來 正所謂狠狠將某人打簾一番 還要在這個中國的政治中心飛到這個不足之下 那它會不會為神州大地 真是帶來一些黑天鵝事件呢 上面我們就講過了 在現代的語境 黑天鵝是有一個怎樣的含義 但原來由古人的角度分析 黑天鵝這一種野鳥 野鳥 即是野鳥 飛進去這個特別的地方 亦有一個非常鞋人聽聞的象徵 典故出自於漢書五行字 正所謂野木生朝 野鳥入廟 則亡之意也 亦有一個說法 野鳥入廟 寫即為虛 誰虛呢 廢虛那個虛 什麼叫廟呢 野鳥大家都很明白 什麼叫廟呢 就不是我們今時今日去的觀音廟 皇帝師廟 原來廟 大家記得以前中一 讀中史 周天子的禮諾制度 中法制度 廟就是泰廟的名堂 就是古代帝王祭時或社議事的場所 而我們不妨去想想 今次這個黑天鵝野鳥 飛進去天安門廣場 天安門廣場剛巧 也有一座藏師的紀念堂 那那個就是廟 是不是 而野鳥入廟這個concept 去到北宋年間 也都是再次被司馬光去endorse 因為司馬光在他那部 就是巨大浩瀚的史作 《知智通監》裡 卷146梁紀二 也都是重提多一次 符野木生朝 野鳥入廟 古人家以為敗亡之將 不禁令人擔心 如此美好的江山社跡 接下來是否真的會敗亡呢? 老老實實 《野鳥入廟》這件事 在網絡上都應該很多人說 但是我塔尖暖南即時想起的東西 是從來都沒有人說過的 它就是《易經》第五十三卦 《漸卦》 或者叫《風山漸卦》 我怎樣認識這件事呢? 其實我多得那時候中學看前宗書的遺城 如果有看過前宗書這本 非常幽默搞笑的遺城小說 都應該會知道我怎樣認識這個詞 好了 《漸》這個字 為什麼是蟲水旁呢? 它本身是河流的名字 但是後來就引甄為 緩慢前進 就是好像河水 娟娟而流那樣 而《周易的罪過》裡面說 物不可終止 故守之以漸 漸者盡也 進 即是循序漸進 止而進 邊停止 但是又邊進步 邊停邊走邊前進 正如大鳥一樣 邊停邊飛 根據收藝那裡說 其實這種大鳥就是紅鳥 哪個紅呢? 三點水 然後中間做工人的工 然後最右邊是鳥 好像那個紅鳥呢? 紅是一個大型水鳥 來到現代語境 有些人說 其實就是硬 但是根據中國以前那本說文 即是東漢時期 許慎那本說文解誌 我不知道大家 對中國文學有多少認識 因為我以前也是讀中國文學的 OK Anyways 但是他就說 其實這些紅 其實跟酷都是一樣的意思 紅酷就是天鵝 對 來到現代 有些人說 其實硬 天鵝都是那些朋友 只不過 硬被人去收藥了 即是被人自裁 變成天鵝 都是那些大型水鳥的朋友 好了 那這些大水鳥 他飛行的時候 他就是循序漸進的 他不會一下子 飛到下一個目的地 他是先運一些很近的地方 在這裡停下 靠下 邊停又邊望又邊飛 然後逐步地到達自己想去的地方 OK 那這就是一個最自然 最循序漸進的行為 相反 如果你好焦躁 茂茂然就 一聲飛過去一些地方 那他就無法成功 根據這個 逆經第五十三卦漸卦的意象 所以他就說 諸事就不移冒險 最好就是你守住既有的領域 OK 茂茂然離開自己原有的儲所 就會有大空之少 就算你要去進步 你要去進發的話 都是用一個漸漸 循序漸進的步伐 OK 因為天鵝 例如你一下子 無端端 飛離開了你最熟悉的領域 而你之前沒有做過任何的observation 沒有做過任何的圈索 你很可能會遭到獵人的獵殺 而一去不返 熟悉易經的朋友都應該知道 每一卦裡面都有六咬 由下而上就是有初咬 二三四五到上咬 那在這個液經第五十三卦 再說一次 沾掛或者叫封三沾掛 他第三咬的咬詞是說什麼呢 他就說 九三 紅漸於綠 呼精不服 苦人不育 虹 但是他就是利如求 紅漸於綠 剛剛紅也說過了 大型水鳥 即是我 在這個情況下 跟進我們這次的影片 背後整個 context 即管就是叫他做天鵝 好了 天鵝現在飛到陸地 即是彷彿這個天鵝門趕緊 好了 他離開了自己熟悉的水域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他就是為了之後的咬詞 即是呼精不服 或苦忍不育 凶 而去做了一個前言和隱喻 為什麼呢 因為這隻天鵝 無端端飛到自己不熟悉 沒有水沒有魚吃的地方 OK 去了這個陸地 他就容易遭到獵殺 就引導出我們之後說 一個丈夫 她出征會陣亡 戰死一去不回 而同時呢 再有一個連鎖反應 就是說 那她家中的那個婦人怎樣呢 現在沒有老公在外面跟她找職 是不是 即是古代你知道 男主外女主來的 那男人在外面帶一些資源回家 那家的那個婦人 懷孕 但是她無法養育那個寶寶 所以就是一個大空之兆來的 而根據像傳 什麼像傳呢 就是一個專門註釋液經的一本書 一本書 就說 呼精不服 離群醜也 什麼意思呢 原來醜這個字呢 就是解那個 類的 那個type 那個sword 就是那個genre 那些 同一個species 好啦 群醜也就是說她的群類 她的同類 那就說 呼精不服離群醜也就是說 她為什麼回不到家 無論你這個丈夫 或者你這個天鵝 就是因為她離開了一群同類 離開了一群同類 為什麼呢 原來就是因為她一直處於一個精的狀態 什麼呢 即是她不斷在打仗 不斷出擊 不斷在驅趕周圍的入生者 即是她不斷在做一些很激烈的行為 但最後呢 就是會呼精不服 為什麼呢 你這麼頻繁出去搞一些 戰狼式的 或者一個戰我式的 一個出征 一個征伐 那你沒有空回去 即是回到安全的地方 或者是take care of 你的家裡的那隻 母鳥 你那些嬰兒 那你這個 這麼喜歡鬥爭的 嗜血成性的本放 即是一個本性 是不是很容易造成之後的危險呢 所以為什麼這個漸掛狗心 就是當鳥類你離開了那個集體 你還要身處一個空險之地 單打獨鬥離群索居 那你是沒有了群體力量的保護 所以為什麼呢 就會容易戰死而不跪 像傳也都繼續解釋 苦忍不育 失其道也 那不單是我當作弓的 就是出去 就是經常搞其他人 他不顧好自己的地方 你想想 如果這一鬥的天鵝 他們觸巢 就是在這個陸地之上 根本就不是自己最熟悉的那個水域 OK 那這個空險之地 是不是會容易變成一個眾矢之敵呢 因為很容易會被天鵝見到 是不是 你又不是在水邊 又不是有那些陸位 或者是一些高的地方 你在那裡觸巢 不是 即是他們都不會去高的地方 因為天鵝 你是在水邊那些陸位那裡觸巢 但現在是說什麼 紅漸於陸 他去了陸地 那是不是會去了一個很危險 就是最容易受靶的位子呢 還要加上 他現在是離了群 離了群 離群走也 沒有同類的保護 所以如果是一個這麼兇險的情況 根據這個佔寡 他就是說 你如扣 好了 你最多就是守在原處 抵禦一些拆扣的來襲 但是麻煩麻煩你 不要經常在這裡採取攻勢 主動出擊 如果你主動出擊會怎樣 就是呼聲不覆 你戰死不能回家 這裏我就想起 某個地方 他很喜歡動作頻頻的 用一個戰狼式的手腕 去周圍挑起火頭 就絕對不懂得 韜光養父以日代老 這樣就會越攪越和 如果 你如扣這三十字 大家不要看到那個 就覺得 哎呀 真是厲害了 對他們好 對他們好 你們就很不開心 對某個角 某個角 你們看到那個 你們就很不開心 因為你們不喜歡這個角 不是這樣的意思 你想想 他們現在就是因為他們很喜歡周圍立火頭 他們怎麼會預購呢 他們是不喜歡做一些防守性的東西 他們是喜歡做一些挑釁性的東西 其實這裏就是一個非常之兇險的意象 還有我忽然之間正氣 以前不斷有一個將軍在那裡說什麼 首戰即中戰 他就說 哎呀 我們第一次 即是第一次 第一次是最後的戰 第一次是最後的戰 因為他的暗示就是 我們會贏的 所以我們不會再 不會再有第二場戰爭 因為我們一打 就可以把敵方拿下 但我現在心想 你還想著去挑釁 搞搞陣呢 那你就一定會死火 因為根據這裏的 漸掛 紅漸於綠 這就是黑天鵝 飛到綠地 這個意象就是說 你防守 都還有少少生機 但是如果你主動出擊搞搞陣的話 那就真是呼禁不服 我真是恭喜你了 而話說 當這隻黑天鵝 降臨天安門廣場 不久之後 現場就隨即下雨 不知道這件事是不是預示了 接下來的這片大地 將會風雨飄搖呢 你不要說我在這裏 盜人迷信誇張 原來在這次這個黑天鵝 出現之前的那一天 即是9月4日 星期六 發生什麼事呢 在某一個party的革命聖地 所謂的革命聖地 延安那裏發生什麼事呢 延安的邀古山搖洞群 發生一個崩塌 至少造成六個搖洞 即是有一個塔崩 如果熟悉中國近代史的話 都應該聽過延安這個鼎鼎大名 話說在1934年的年尾 10月左右 中共的主力紅軍 被那時的國民黨追擊 他們展開了一個 所謂十萬五千里長征 但其實很多人說 你這個根本就是走路 你是著草 就不要說到自己長征那麼厲害 無論如何 他們用了一年時間 抵達延安的吳起臣 然後以貓仔為首 你自己讀一下中士 為首的中央紅軍 在延安建立了某一個party 第一個根據點 但這次在他們的腦炒 這個搖洞 大面積的塔崩 那是不是會有一個暗示呢? 正所謂的複巢之下 豈有元論 他們的那個老巢 現在這樣塔崩 是不是也都代表 某一個party會時日無多呢? 我們又不妨呢 又跳回去9月5日 即是天鵝非底 天安門廣場的童日 知不知道那天童日發生什麼事情呢? 在神州大地的多處 是同時發生地震的 例如青海的海東市 新疆的田地區皮山縣 然後還有四川的阿霸州 九塞溝、九塞溝縣 還有呢 新疆的核襲地區 葉成縣 都是不斷地出現很多地震 這些事情 大家都別說不邪 然後 然後 我 塔尖暖南本人 就越想越多的associations 那就請大家細味一下 這次我們飛來一隻黑天鵝 天鵝天鵝 是天上為我獨尊之了 仿如一個天子 接近平地之後 根據資料 大概在8時 就被人捕捉了 長城可以去看那個 我之前是貼貼的 YouTube的短片 現在好像叫Shot 大家可以看一看這個 鏡頭的右上角 我應該會放一張Q卡 大家有興趣呢 可以看看這個 天鵝被觸的場面 好 真的 麻煩你們想深入一點 天鵝天鵝 那字怎麼寫 天上為我獨尊之了 仿如天子 OK 所以很明顯 現在那個所謂天子 它不是天算 旺律民算 它只是一個權鬥的勝利者 但是 它 接近平地之後 這隻 天上為我獨尊 仿如天子之了 接近平地之後 它被人捕捉 大家真的要看一段片 知不知道它是被捕捉了 入一個怎樣的地方 它是被捕捉了 入一個 有熊貓樣的盒裏 一個盒裏 一個盒也好 一個龍也好 什麼也好 講起熊貓 你們會想起什麼 熊貓是在象徵什麼 而這隻 天上為我獨尊 仿如天子之了 接近平地之後 它被捕捉了入一個 有熊貓樣的盒 和阿龍 我覺得是有一個這樣的暗示 就是說 它很快會被收歸國有 國盡了退 國盡天鵝退 何況 你再想一下 這隻 天鵝 是什麼時候飛到天安門幹場的 是6時 正在升旗議食之後 國旗星天鵝幹 一起一層 此起彼落 大家這樣都還不明白嗎 再跟大家玩一下賊字 大家看看這個雜字 看看它原本的意思 我們儘管將這個雜字 姑且引申為鳥類 它就是那隻鳥 就是那隻天鵝 這個雜字 上與下白 而我們在9月5日 看到那隻鳥 是一隻黑鳥 正所謂非黑色白 非白色黑 我們現在沒有了白色 只有黑色 即是這個雜字 沒有了下半部 那它還可以成什麼氣候呢 而這麼巧 有另一個中文字的下半部 就是那個黑色黑字 在哪個字呢 就是黨 黨派那個黨 如今我們見到黑鳥 即是這個黨字 去了頭 那莫非這個黨 接下來要更換頭目 真是細思極空 既然事態可以這麼嚴重 我就立刻取了當日的吉時 或者是空時 就起了兩支時掛 一中一西 中式的時掛 就是小鹿飲 馬前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但其實 如果是懂少少國學 尤其是 這個會是一個中國 你去搞完學一個 很入門你去學的東西 學的一個占卜術 因為它是非常簡單 而且我也認識了很久 但是我極少用的 因為這個小鹿飲馬前貨 它很方便 但是它就 不是說很詳盡的 既然我自己 塔仙順良本人 我又懂塔羅 又很熟悉的 那我也沒有需要用到它 但是根據這個 小鹿飲馬前貨 得出的掛像 我給大家聽一下15個字 給大家聽一下 流年是難成 求謀日未明 凡事止而緩 好了 至於這個西式的時掛 就是一個非常高階的占星 不是那些人 只是跟你說十二星作性格 那些 啊啊哄哄的東西 它就是占星佈掛 Horary Astrology 也是我現在做的 Service Boy Horary Astrology 我相信全香港 都不超過二十個人會認識的 那根據這個 占星佈掛得出的結論 果然是非常之兇險的 那究竟以上這兩支掛像 一中一世 它暗示了長角 長的那個角落頭 Wall Corner 那個角運會如何呢 啊我讀錯了 不是Wall Corner 我剛剛在腦裡想了 打仗那個Wall 是Wall W-A-L-L 這個長的角落頭 那個角運會如何呢 還有大大又會有些什麼下場呢 不過呢 今天 我現在 製作這條片就是晚上 但是大家聽到是 Whatever 好 這條片就說了太久了 同時為了鼓勵大家 給予多些交易 我希望這條片至少要有 1500個Like 和300個留言 我下回才會再作分解 我塔尖亂南 承諾過各位 在可預見的將來之中 就不會搞收費頻道 或者一些會員制 就算找我做一些私人服務 從來也是發心的 每月更加有星座運程 是免費的 以及不時也有免費的星盤分析 為的就是讓所有人 不分環境不分能力 都有機會學會趋吉避空 而且我真的很忙 例如現在那條算命隊 我現在去做這條片 做這條片是9月 但我現在那條算命隊 已經排到12月了 所以 為何我 要去做下回分解 要有一個情況 就是我希望這條片 有1500個Like 和300個留言 至少 就是因為 如果有太多的freerider 有時他看完我做的事情 但他沒有了一件事 為何我先不忙了其他事情 尤其是我忙了其他人 找我做一些私人服務 他們是真的付費的 到以上 在這個職業道德上 我是不是應該要給更加多的focus 和attention 所以為何我先不做其他事情 所以我很希望 如果各位觀眾 你們是care to know 我都希望你們 會show你們的care 然後 給這條片 一些適當的反應 最後 給大家看幾張照片 是非常 遙赴心意 內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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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些照片 大家明白就明白 但我給大家一個 小小的tip 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一件事 是發生在哪一個地方 然後 最最後 大家要留意 我這幾天會出post 或者 我不知道會出post 還是出片 無論如何 會講 即是會講 即是會講 接下來的那個 天秤座 水星逸行 因為這次這個水翼 都 它可以對人世間的和諧 是造成比較大的衝突 是的 還有 這次很有趣 它是可以延續到11月 這次這個水翼 因為某些尖聲的原因 一些很難去解釋 但是高階 即是要高階尖聲 才可以解釋的原因 就是要高階尖聲才可以解釋的原因 它是過了理論上的後音應期 即是在11月都還可以看到 這回事成的 即是水翼的余波 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這幾天會有解釋 最最最後 真是最最最後 中秋節快樂